我们不愿意学习佛法这件事是什么回事 你学习佛法的时候还要尝试其的努力 你有可能会明白什么是佛法 有可能会这样子 如果你学短时间的学习佛法 或者根本也不学习佛法 你就不明白什么是佛法 你不明白什么是佛法 你能说你是佛教徒吗 你不能说这句话的 甚至外道和佛法有什么不同你不知道 我们现在说一句话 我们现在修止观这件事 修止这个事情是共于外道的 你说你能得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外道也能的 也能得到四禅八定的 所以它是共于外道的 只有批不舍挪是不共于外道的 唯独是佛法才有的 那么我们要不学习佛法知道这件事吗 我们就感觉那个人静桌 哎呀他可能得了圣道了 只有这样说话 事实上你一点见别的能力没有啊 我表面上我是初教员 但是真是初教员吗 我这话说的都不壮严啊 事实上 这是佛法的摔像啊 佛法的摔像 要能够 我们要能够啊 知道好歹你 要努力地学习佛法 不要不学习 我这个意思倒不是说 要到我的佛学院 所有的佛学院都可以学习 我现在又生出个妄想来 我现在是初教员是前天 我同一个法师谈话 谈到一件事 谈到什么事呢 他和我有 不是同一个鼻孔除气啊 但是有相同的感觉 什么感觉 我以前学习的佛法都不算数 要重新学习 我有这个感觉 我就是有这个感觉 他也是有这个感觉 要重新学习 那么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 初开始到佛学院学习 你不要挑战 这个法师讲得不好 那个法师讲得不好 不要这样讲 你不要这么讲 就是讲得怎么好啊 你未必能接受 你初开始未必能接受 因为程度不够 你需要就这样子 我们事实上来说 比如说讲这一部经啊 你读这部经的时候 有一百个问题 这个法师为你讲经 能解决五十个问题 你已经应该满意了 那五十个问题没有懂 你应该满意了 应该这样的 你再继续地学习 继续地学习 那五十个问题也懂得解决 解决也还是没解决 要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以前学习都不算书 我要重新学习 会有这个感觉 我们这样说 我们是必修也好 必修你也好 要不善友谊也好 要是爱护佛法的时候 应该要努力 努力地学习佛法 使令佛法不要灭亡 应该有这样的心情 感谢观看